我闺蜜整天想当AV网红,我要如何阻止她? 击溃创作者最简单的方法,买专业器材,专业单眼相机,单眼相机稳定器,MacBook Pro电脑,四伏器等级的硬碟,这样她就坚持不下去,很快就放弃了。 你去哪听到这些偏方? 我身边每个朋友都这样买顶级器材,之后放弃创作,或者创作产生很大的困境。 原来如此,我马上给她这样的建议。 没错,击溃自媒体最好的方法,就是给她太过专业的器材,团队企业级别的设备,这样她就会放弃做自媒体。 许多人的热情都是被专业器材给消磨殆尽的,最后选择手机拍摄,或者比手机更好创作的运动相机。 自媒体的最高境界,什么器材都买了,但是再也没有青春,没有动力,或者没有时间,没有热情持续创作了。 这也算是堪称,自媒体最高境界,摄影界的物极必反。